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 他对于这个家人的责任感 他是很重很重的放不下的 就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人格 人格也是我们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个性的问题 人格就是我们的姓加第二个字 我们看看哪一些的呢 对家庭会比较有责任感 这个当你的人格有14话19话 21232425 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你知道现在其实很 现在我们你有吗 我有212324 你这个是你的本名是不是 姓绝 我现在改这个 这个我们改名字 就是说你先天没有 但你改名字之后 你会变得比较成熟 家里要是有什么事 你比较有担当的 所以我们改名还是会有那个效果 但是呢我们如果 这个不管看改过的名字 或者是原来的名字都可以看 当你数字有对道的人呢 你会比较有责任感 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问题相当的多 有的是单亲的 那有的是父母可能刚好有发生车祸的 然后有的是刚好是家庭有负债的 那或者是爸妈生意失败的 这个呢当家里有加便的时候呢 他比较能够去扛出责任来 你知道很多人 现在很多兄弟姐妹 有的家里有加便的时候 有的人他会自己说我犹豫症了 他就不想去面对他了 你懂吗或者是说我工作不顺利了 他会想要逃避或是他想要搬离开这个家庭 那但是这些人呢他即使再不愿意 他碰到家里有加便的时候 他都一肩去扛下来 就是他比较能够去吃苦 然后因为他本身他会觉得说 哪怕这个债务要十年要几年 没关系 我努力去做 我白天去做物流 晚上再去做作业员也可以 只要有开始就有结束的那一天 对 他会比较有担当力 也比较敢去承担 你还会去当牧师 你好正面 真的 因为你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时候 你只能给自己力量 只能靠自己 对啊 真的你还是当哥哥好了 太棒了哥哥 彥均比较正面是 他除了十四话以后 他有带两个十六 十六的人他带义马 义马的人他天生 就会比较有动力 所以你不管面临到任何的困难 不管是家庭也好 或是工作也好 你都会比较正向 觉得说我现在不好 没关系 我只要比别人多付出 我还是会达到目的 这是时间问题 对 这是时间问题 因为他要带两个十六 所以会比较那个 而且你有三十一 会比较乐观 所以你碰到事情 我们像不单论 但是像你碰到 像你这样子的格局的人 你碰到再大的困难 你都会比较乐观的一面去面对 所以你的障碍都容易去除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有对到这个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的一些困难 真的不要害怕 因为有这些比划的人 天生财运也比别人好 只要你肯努力 你的财运的困难 都很容易去解决 再来我们看另外这种 另外这种总格 总格它就包含了我们 人生的所有的一切 像这个是家庭的问题 它可以付出精神去把债务解决 但是不见得愿意待在家里 照顾病人 照顾老人的 我们家庭责任是有分很多种 有的是我宁愿在家里 我照顾老人 但是我不愿意工作 但这些会觉得说 那爸爸你来照顾我出去工作 我来拼天下 这个就是它会涵盖比较广的 这个就是说 当他人格总格有26 31 35 36 47 48 有这些比划的人 还有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26化的人 因为26化我们很少再讲到26 郭英俊又31又重 所以他就是 完全超责任的 这个大儿子生得真好 所以你看你对你家庭 你对小孩对什么 你都会有责任感 你连对工作都会 因为你的动力心很强 一个人动力心强的时候 他不怕任何人的困难 他都会去排除 而且31化我们讲过 他业务高手 所以他在任何方面 他都会比较热观 那像这个26 不管在哪一个格局也都算 因为26我们讲过 这数字比较少讲 26的人 他天生带着讲义器的格局 所以讲义器 他对朋友讲义器 对家人也是 所以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连弟妹以后的教养什么 他都可以牺牲自己 我不工作 我不读书 我可以出来工作 我可以把弟妹都给养到大 当弟妹养到大的时候 四十几岁 换弟妹又生儿女的时候 他又再继续烦恼他的下一代 所以有这些比划的人 他比较会去担忧家庭的 点点滴滴 包含教育 包含他们的健康 包含所有的一切 所以这些对家庭的责任感 都会特别的重 所以我们通常现在会给小孩子 比较给这种格局 他就比较会照顾家庭 现在年轻人对家庭是比较无感的 他会比较过他自己的生活 那我就会比较给 现在年轻人 给他比较有家庭责任感重一点 他就会比较心细的家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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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